再來要提醒愛吃烤生科的民眾要注意了 家以東石不帶近年來烤生科的店家林立 衛生局屢屢接獲消費者的反應 在吃完之後出現了腹泻等問題 隨即展開了雞茶 結果發現14家業者當中 有兩家是不合格已經責令改善 但衛生局也發現大多數的腹泻者 有可能是因為生科沒有烤熟就吃下肚 才會害得自己猛跑廁所 瘦大的仙科在爐火的炭烤下滋滋作響 美味的鵝啊是嘉義縣沿海 東石香漢不帶症的特色 火候掌握是關鍵 現場教學烤熟跟烤過頭的差別 陶客可要記清楚 因為近期嘉義縣衛生局接獲民眾反應 在吃完這生猛美味後腸胃吃不燒 展開雞茶後發現 出現轄區內14家合法業者 有兩家衛生不合格 立刻責令改善 但也發現出現腸胃不適的人 大多是因為沒有把鵝啊烤熟 出現比較鮮甜那種感覺 對啊 烤了我就覺得就差了 腸胃比較敏感 怕那個沒有辦法吸收的話 你就是可以嘗試 像用炸鵝啊收或是汆燙再冰鎮 店家建議如果怕烤不熟 可以將殼撬開後再烤 腸胃敏感的人建議烤到完全沒有湯汁 避免造成身體不適 記者嘉義縣的報導 愛 愛 愛 感谢观看